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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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擦擦 来 不 不 不 我 好 算了 没关系的 快坐下吧 坐下 你留着用吧 好 同志们 各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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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给大伙带来点吃的 来 来 来 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 同志们 咱们边试边说 我代表临时支部 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 连鼎明 欧阳和小贺 你们三个今天就要撤离青龙 连城书店酒楼站 宣布关闭 啊 关闭 那我们车到哪儿 我做梦都想去延安 银安你还去不了 组织上对你们几个另有安排 你们需要途径广西的摆设 下左右江 大城去往广东的客轮 奔赴东江 参加我们的抗日组织 东江组队 我已经通知我们的交通员 沿途的各个交通站 一路上都会有人掩护和接应你们 那你怎么办 跟我们一块走吧 是啊 跟他们一起走吧 是啊 一起走吧 好了好了 我需要留下来 我还有别的任务 你们几个在秦龙这么长时间了 你们都知道秦龙的 战略位置有多重要 盘江大桥二十四道拐 是盟军的重要通道 国民政府非常的重视 日本人也多次想摧毁他 而没有得逞 我是党的代表 不到最后一刻 我是不会离开他 同志们 同志们 我们 就暂时分别了 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我们再见吧 今天感觉怎么样 好些了吗 你又想跟哥说什么 来 写给哥 写啊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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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不能动了 王领队 梅山大哥 梅山大哥 你怎么来了 是哪儿不舒服吗 没有 要是有哪儿不舒服的话 估计就是你来看我了 那是那是 王领队 梅山大哥 你们聊着 我先去忙 好 谢谢啊 没事 梅山大哥 来 快坐吧 不用不用 王医生 我这代表我们全家 特来向你表示感谢的 我这个二弟啊 什么都好 就是脾气有点 你别介意啊 他呀 身上的担子太重 急火攻心 所以有时候说话办事啊 难免有点儿 请你一定要理解他 这我当然理解了 你看 盘江铁桥二十四道拐 都是运输的大动脉 这敌人还常常来搞破坏 如果我是他呀 早就垮了 梅山大哥你放心吧 我没那么小心眼的 王医生 你看 我这条腿吧 让你费了不少心 现在 又被我们家小雪 忙前顾后的 我总觉得 有点对不住你 所以啊 特意是来向你道歉 哎呦 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 咱们都是朋友了 你还道什么歉 这话你可不能跟我说 其实 我也不是专门来道歉的 就是在家呆久了 憋得慌 想出来走走 哦 那太好了 出去走走 有助于你腿的恢复 呃 要不这样吧 我陪你一起 去哪儿啊 呃 去你最喜欢的地方 二十四道拐 你看怎么样 真没想到啊 你一个医生 对山体构造 还能说出此丑隐谋来 我这完全是在专业的工程师面前 搬门弄腐呢 嘿嘿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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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不用信 对了 梅山大哥 以后我能多邀你出来吗 我可喜欢这个地方了 你是这条路的建造者 也是梅松的哥哥 检查站都放你通行的 要是我一个人来 我还进不来呢 只要你愿意 我天天陪你来都行 太好了 谢谢你啊 梅山大哥 梅山大哥 这就是传说中的美军墙 对啊 哈 美国工兵 进入秦隆以后啊 他们 从美国专门运了些水泥 对这些容易滑坡的地方 进行加固 我们当地人呢 就叫它美军墙 那这么说 这就是轴心位置了 这个所谓的轴心呢 那是会影响整个一座山的 轴心要是遭到破坏啊 那损失可不是一道拐两道拐啊 而是整个二十四道拐 都会瞬间消失 这么厉害啊 哦 那得 本来这个是不能对外说的 跟你说没事 谢谢你这么信任我 我还不想知道呢 王医生 你是个好人 算了 你还是不知道为好 免得知道了 美宗他们会派人天天盯着你 跟我一样 出门干什么都不方便 也是啊 我还是不知道为好 要不然 这天天被人保护着 被人盯着 也是一种痛苦 是吧 对对对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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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排长 这儿 哎 哎 王医生 我今天不能陪您喝咖啡了 我有点事 得赶紧回去 哎 别走别走 你坐下 哎呀 你踏踏实实的跟我坐一会儿 我有要紧的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啊 你知道上次军统组抓梅特派员的真凶是谁吗 谁啊 军统贵阳战的吴副战长 吴副战长 对啊 我听人家讲 他最近要到情龙来找茬 你也知道上次张强把狗颜康给抓了是不是 对啊 据说他这次是来兴师问罪 刺激报复的 这个狗颜康 别动别动 你别冲动 你快坐下呀 咱们跟梅特派员是好朋友 他对咱们特别好 是吧 是啊 西安事变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张学良 梁虎成 把蒋维员长给扣了 对 你想不想 当那个张学良 啊 没错 把吴副战长给扣压了 哎呀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杀掉他们的威风 咱们不能让他们欺负张强和梅特派员 对 敢不敢敢 敢 我现在就带死我过去 不行 哎呀 你得听我的 出气不意 好 我听你的 你的意思 让赵毅去捅这个马蜂窝 对 借别人的手 除掉没送 最起码也得将他弄走 离开秦龙 有这个可能吗 当然有 如果赵毅真的能够扣压住无副战长 那咱们就把这个消息传播出去 让他们把罪责全都算在梅松的身上 那梅松也就在劫难逃了 可是狗颜康已经跟梅松交过手了 不也没把梅松怎么着吗 这次跟那一次不一样 要想办法让他弄出人命来 好 需要做什么 尽管吩咐 怎么了 信心又回来了 回来了 不姑娘 你真是让人太敬佩了 在任何时候 只要有信心在 就一定能成功 是 小剑 到 特派员 把这个名单通知下去 晚上陪吴副战长吃饭 是 组长 他们已经安排吴副战长住下了 这梅松 真要宴请吴副战长 请柬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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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松还给我玩虚的 咱也不能小气啊 给她点面子 会不会有别的目的啊 那更好 我正要找茬呢 走着瞧 好 去安排吧 是 是 你去通知赵义 就说是我说的 行动提前开始 马上扣押吴副战长 是 是 什么人 干什么 别动 你们干什么 放下武器 小奴的 干什么 你们 冰队 干什么 都烦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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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爷 还真的被你当枪使了 就看这一仗 如果我们赢了就还有机会 站住 straightforward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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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怎么回事 里边 快 走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孫副站长wealth 孫副站长wealth 被划架了 莫副站长 endeavors 这有吴副站长 什么人拔的 一起当兵的 笨蛋 快 来 你们两个到那边找 是 你们两个跟我来 是 无论事情走到哪一步 吴副站长和梅松 都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无异于在他们的伤口上 撒了一把盐 我们就等着看他们 相互撕咬吧 押起来 老实点 快 你们要干什么 我是军统的吴副站长 我叫吴昊仁 吴昊仁哪 你谁 我是吴昊仁 不是好人 我看你也不是好人 还敢冒充军统战的吴副站长 哥几个 真是个骗子 无限没特派员 扣押没特派员的 就是他 给我死里打 是 你打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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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继续找 王领队 王领队 赵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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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 你们几个先出去一下 我有事跟王领队说 行 你们先出去吧 好 怎么了 王领队 我担心狗颜康抢人 我把那个吴副站长 关进监狱里边了 那下一步怎么办 你应该自己控制住他 你怎么能把他丢进监狱呢 这么做的话 会激发矛盾的 那我再把他弄 等等 现在已经晚了 咱们本来 是为没送好的 对不对 对啊 那现在的关键 就是特别行动队不能出面 我看要不这样吧 你现在赶紧归队 控制好特别行动队 你告诉兄弟们 千万不要慌张 千万要镇定 不要引火烧身 至于吴副站长的事儿嘛 我看 不如就交给梅松当面处理 他一定可以处理好的 他有这个能力 咱们都相信他 你说对不对 对 现在情况既然有变的话 你就不要当张学良了 吴副站长的事儿我看 你就别管了 急也白急 现在啊 你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就是控制好特别行动队 我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 我就让大山去给你传话 怎么样 好 王林队 我去听你的 嗯 好 那我先回去了 行 赶快回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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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啊 从今以后 我们秦龙不分老幼和党派 团结起来宝桥糊录 再也没有内斗自好 尽量配合一下 好吧 喂 哦 狗组长啊 怎么样 吴副长长到了吗 什么 吴副长长 你赶快救救我 快把站长放下 是 你们干什么事呢 竟敢对军头的吴副长长用刑 赵队长说了 他曾经在贵阳抠押过特派员 他诬陷过特派员 这些 他已经招了 俩人 把他带人出去 出去 吴副长长 你慢点 吴副长长实在是对不住 天大的误会 梅长官已经准备了晚宴 不管怎么着 吃了再等他 我一分钟也不想在这待 快看 在 给我准备车子 马上回归呀 吴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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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副长给绑了 这不是结外相知吗 这事不能怪赵义 王雅琴的事咱又没跟他挑明 那他也不能把吴副长长绑了 是 让他翻行 写份检查 写检查 怎么 你护着他呀 还不快去 好好好 要尝出来走走 山哥 刘大掌柜的 王医生 腿怎么样了 好多了 好久不见 刘大掌柜在哪发财呢 发什么财呀 最近走辈子 家里一大摊子事 你没事给我拦点生意 有好事我肯定想着你 王医生人好 医书也好 对对对 你妹妹小雪 让王医生制的手指头能动了 真的 对 这太好了 你赶紧回家看看去吧 那是应该的 有空来家做 好的好的好的 再见 晓蓝 今天小妹的手指又不能动了 我担心她的病情会加重 但不管怎样 都不能再让王雅清治了 那当然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我们总不能什么都不做 就这么等下去吧 我们这样等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呀 对了 你可以联系美军啊 我们把小妹送到美军的医院 他们的医疗和护理条件 应该是非常好的 我来找你就是商量这事了 我是这么想的 王医生好 我找了你大半天 你可没有跟梅山去二十四道拐了 怎么了 二十四道拐这个地方非常敏感 你在梅家都待不住了 你就不怕他们给你射圈套吗 现在一定要稳住 我刚才碰到刘显龙 他说梅雪的手指可以动了 什么 是注射的毒素量不够吗 他现在手指都会动了 等哪天会说话了 我们就彻底完蛋了 这潜藏是怎么搞的 必须马上涂掉梅雪 是 我们今晚去 旅行 我们明天要去联系 明天要去联系 这事实际上变成了 组织的军事 组织 每天都会有军事 我猜是这事 是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求您保佑 我的子女平安吧 头发员 约翰少校来了 妹 情况怎么样 有一个好消息 明天有一批美军的伤员 要从昆明启程 要经过我们的驼峰航线 飞到印度 我已经联系好了 从一枚雪和他们一起去 到美军的一个野战医院治疗 不过现在就得东山 太好了 去印度 是啊 没错 瞎扎他们什么呀 小雪都病成那样了 你还把她送到印度去 再说了 这王医生又不是不能给她治疗的 不行 小雪哪儿都不能去 大哥 善儿 老夫人 干嘛 好 特派员 我去准备些药 以备路上急需 好 走 走 走 到这儿来 好 小雪 小雪 你有救了 你听到了吗 你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 他们说 要把你送到印度 有家美军医院 他们可以治好你 美军他们是想着我们的 所以你不会有安全上的问题 到时候 我 娘就不能陪你去了 小雪 说不定他们出了什么特效药 一下子就能把你治好了 到时候 我又有一个活蹦乱跳的女儿回来 女儿 娘等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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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嫂 快 赶紧的 给小雪 收拾东西 快 是 夫人 不会有事的 不会有事的 怎么 这些中国人和美国佬的速度也太快了 他们已经安排美雪 去印度的美军野战医院进行治疗 那怎么办 你去通知板田的特遣队 再去往昆明的必经之路上 劫杀他 来 快点 快点 来来来来 来 接一下 救 来 让我过去 让我过去 那那进来吧 特遣员 起来 路上辛苦你了 特遣员 我还是跟他们一块去吧 不必了 黄灵队 旧州镇那边也离不开你 特遣员 我们出发了 出发吧 嗯 黄灵队 你们ρο子 快 打 三蛋了 快走 快 撤 怎么样 放心吧 已经安全送到昆明机场了 太好了 小剑 倒茶 是 不过你还真神了 他们在路上果然遇到了日军 袭击了我们的终极铺 幸好替你的换了车 真险呢 小雪在路上 没有给你做过什么手势吗 没有 情况没有好转 她的手还是不能动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耐心地等待美军的治疗结果 来 你过来坐 不用了 王医生 你找我有什么事 梅雪现在去美军的医院治病去了 我想把她的床好好消消毒 万一有什么病毒 那就麻烦了 不用了 王医生 我二弟派人 把床抬走了 你就不用操心了 把床抬走了 那我就放心了 这个 你不是爱去二十四道拐吗 我再陪你走走 那太好了 我安排一下 把事情交代清楚 马上走 王医生好 王医生好 好 好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们已经完全暴露了 要赶快离开这里 只好孤注一掷了 你的任务是控制桂花 炸毁美军加油站 同时通知板田 让他来增援我们 我去二十四道拐 从梅山口中 套出柔心位置 完成任务之后 山后树林会合 是 你终于下定决心抓捕了 我已经找到 王雅琴的证据了 他把电台 就藏在梅雪的床下 梅雪曾经在家里 用手跟眼神示意过往 咱们的中吉普 在中途被袭击 那就足以证明 这件事跟王雅琴 有直接的关系 小妹提示我 是王雅琴害了她 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找到 确凿的证据 我们送走小妹以后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原来小妹手指的 就是藏匿电台的方向 我掀开了床板 竟然发现了藏匿的电台 通知刘贤良到我家 防止他们绑架危险 这次一定要把这个王雅琴给我抓住 是 干嘛 杏兰来啦 我来看看你 来 这边坐 这一天见不到您啊 就特别想您 有小雪的消息吗 干妈 您别太担心 飞机已经把小雪 送到了美军在印度的战地医院 在那儿她能得到最好的治疗 您放心吧 我眉山大哥呢 那王大夫啊 就喜欢听你眉山大哥 讲修路的事 这不又爬二十四道拐去了 去二十四道拐了 干妈 我有空再来看您啊 让一下 让一下 王雅琴呢 不知道 那大山呢 走 出事儿了 出事儿了 喂 我叫李队长 是 长官 我是李万吉 我命令 出执政运输的车辆 还有美军的工兵 任何人不得进入二十四道拐 就算是青娘老子也不行 立败了 还有 喂 喂 空行政 我是 我是眉山啊 谁也不行 你不认识 二位 好 李队长 对不住 二位 你们不能进去 李队长 我是眉山啊 这是我的朋友 王雅琴医生 李队长 我也认识他 王医生 但是很抱歉 闲杂人员 不得进入二十四道拐 我 闲杂人员 这个 二十四道拐 是我参与修建的 民国二十四年 周月生工程师 来勘察设计的时候 我就是第一组的组长 后来公路局长 登阳府来监督施工室 我就是技术洞察 我可是从头到尾 全程在场 你知道吗 我怎么成了 闲杂人员 你怎么这么说话 梅公 你别这样 别拉我 我跟你这么说 这二十四道拐 就相当于是我的儿子 哪有不让爹看儿子的道理 你不让你爹看你行吗 军令如山 就是没长官的亲爹来见儿子 都不行 什么破军令 梅公 人家也是有苦衷的 他有他的难处 要不这样吧 咱们就不要进去了 还是回去吧 不行 我今天非进去不可 你干什么 你打开 梅公 咱们还是回去吧 你再拦我 对你不客气 放开 李队长 他的腿不好 人就交给你了 王医生 王医生 放开 你看看人家 你看看人家 人家那个气质 人家很大肚子 你呀 就是个熟路的 王医生 你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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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梅山大哥 咱们不会正站在 二十四道拐的中心位置吧 要是咱们不小心 把这里占塌了 那可就成千古罪人了 你太有想象力了 你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 跟我这么一个瘸子陷下去 多不值当啊 再说了 轴心不在这儿 是她们 看 在那边 没关系 到 带弟兄们从这儿上去 是 走 跟我来 是 带弟兄们跟我来 快 你们这是干嘛 王阳琴呢 他 他 他有事儿去了 去去就来 他去哪儿了 往这边走 你把紧 走 带弟兄们 给我搜 是 给我搜 哎 哎 哎 这 这 我 他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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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